好啊 繼續加油 全副武裝伸展筋骨 罵總統的心情 看起來比陽光還陽光 那北市府大巨蛋調查報告出爐 以圖立罪將他移送調查 總統的心情真的不受影響嗎 用力點頭 一切靜在不言中 北市廉政委員認定 馬總統在任職北市長期間 經手大巨蛋開發案 土地開發商遠雄市政明確 建議北市府要將總統 移送法務部調查 並與遠雄解約 那北市府說要幫你移送 那個法務部 心情 我知道你會講到這個問題 他覺得是政治迫害 我們昨天都已經回應了 想到心情嗎 你要什麼 影響心情 心情問你說我要不要抓蜻蜓 沒有沒有 不會不會 自認依法行政還能開開玩笑 馬市長一派淡定 但另外一位前市長已經看不下去 柯市長不能躲在 廉政委員會的背後放案件 放冷件 這樣一個用黑機關進行政治鬥爭 我個人不辭 柯市府揚言 馬總統後的調查目標就是好龍斌 郝鎮營8號深夜臨時發通知 9號公開行程有話要說 開口前臉書po文先開炮 質疑聯委會是體制外的黑機關 沒有調查權和公權力 並暗指其中負責大巨蛋 民進黨中執委洪志坤 扁案律師鄭文龍 謝長廷前助理律師 是原受惠 具有明顯政黨色彩欠缺公正 聯委會還沒射箭 紅冰先震怒 拒絕指控揚言提告 馬豪兩任前台北市長 聯手硬幹柯文哲 堅持清廉底線不容之一 記得郭相關員 NCG小組採訪報導